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8月2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五了 最近多了很多大額的豪宅成交 也頻頻有些名人沽貨套現 譚仔家族成員 四妹譚艷萍 最新沽了一億 尖沙咀的明珠 明珠昨天我們和大家也提提過 她欠了6年 賞了1100萬 網民幫她計算 如果以一個最低消費兩送米線46元計算 這次她 是虧了差不多24萬 米線 那麼糟糕 沒了二十幾萬碗怎麼辦 但是人家很好生意的嘛 分掉了那麼多身家 所以應該也不怕的 而且持續了6年 如果你自己自住6年 每年 也有 住回差不多了 所以 住了6年的話 其實每年平均都不用200萬 十幾萬一個月 其實是適合的 你就當租吧 先說說這件事 明珠今次估出的高層B室 實用有2970呎 屬於 四房有套房的大單位 看著維港海景 屬於這個優質盤 其實去年 放過兩億 一邊減價 一邊賣不出嘛 最新賣了1.5億 平均赤價有50,500元 實際上赤價也不便宜 減了5,000萬下來就四分之一了 原來是2018年 就1億6,100萬買回來 期內貶值了6% 如果連接那些 利欣等等 可能要輸2,000萬 利欣費你打了下去 律師費是很便宜的 最貴是利欣 大家想想 2,000萬 住6年 平均每年300萬 如果以300萬來計的租 就是貴的 但是如果你投資物業 輸2,000萬就輸得少了 因為你是一億多的貨 知不知道之前玫瑰園呢 人家開了超過10年 玫瑰園還要輸 所以那些傳統豪宅 反而抗跌力沒有那麼強 這些新豪宅 可能有大陸人買 因為玫瑰園 大陸人不認識嘛 這麼遠 大潭也要哪裡來的 結果也是香港人買回 所以 玫瑰園要虧一半 這裡不用虧 實際上 如果你說的樓價跌幅來說 這裡算是跌得少了 不過 最近蕭永青 出來唱好樓市 大家知道 猜響民業股價處說樓價 最新的指數是連跌兩個月 現在是8年 新低 施永青說 相信下半年本港樓市會向好 會比惡化的機會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估計年尾就會見底 在第四季有機會扭轉跌勢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市場除了有慣性之外 也會出現 不同的變數 又說未來樓市趨勢 不能夠單靠眼前的狀況來衡量 以當前經濟的增長之下 樓市是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 那麼究竟樓市為什麼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呢 這個是真的要靠施永青說 因為大家要知道 香港的經濟數據 大家信不信 經濟增長 以及 香港的失業率那麼低 但是到處的店鋪倒閉 到處都做不到生意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哪些是騙人呢 失業率那麼低 經濟增長又好 比預期好 為什麼到處的店鋪倒閉呢 是不是那些人真的無能呢 說回施永青 他解釋為什麼他看好樓市呢 他說香港的樓市 並非好像大陸那樣產能過剩 目前香港住宅樓宇供應 這個數量是合理的 相信 是正常的可以消化 例如住宅空置率比上年跌了 即是多人租樓 或者多人住 租金也有升 為什麼外面的租金會這樣升呢 主要就是那些人買了樓 就不會買回了 是租樓 所以對租樓有很大的需求 當然也有內地人來租樓 主要就是香港人買了自己的自住樓 這個 其實 是一個很大的證明 市場 不斷有人在暢淡 使得 一些市民轉買為租 這個主要因素 他估計美國9月份 減息機會很大 是到了九成 同時本港租金已經連升8個月 銀行儲款利率吸引力會低於收租 這個是錯的 現在你買樓收租是三厘的 銀行 起碼有四厘多 美國減息關你甚麼事 美國加你也沒有加 美國減你會跟著減嗎 所以 施永青的說法是有五度成份的 你現在買樓只有三厘 但是你現在放在銀行有四厘多 你說哪個好一點 而且買樓要給離印 銀行不用離印 你四厘二五 那裏已經殺了你一塊了 第一年你利息沒了 買樓是不是 當以前市場上升的時候 樓回報率低一點也不怕 因為它會升 但是現在市場下跌的時候 當然要放在銀行收息 美國如果真的要減息 是不是真的呢 我就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銀行如果減息 供樓人士負擔也會減輕 加上發展商對投地不積極 一口市場供應是減少的 會利好樓市 施永青大膽說 預料今年 這個樓價可能會在第四季樓轉跌勢 重新轉為息 究竟會不會呢 我其實不太相信的 現在外面吹美國減息已經吹了很久了 這次 我們看到聯儲局出來說 又不是這麼說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買樓要7厘 而且 他們還有很多人買 所以 對於聯儲局 會減息 我是有保留的 我到現在也覺得 最終是不減的 因為 你們不要只看你們 要看美國 是不是 American first 美國聯儲局 減息 當然要看美國本身 現在美國的樓市很刺激 他會不會減息再刺激樓市呢 我其實覺得他最終會保住自己的樓市多一點 甚至會加息 令到人們不要那麼熱去買樓 因為 現在太熱了 因為他的利率也去到5厘多了 買樓當然要貴一點 所以現在 他們說做生意也好 借錢也要7厘成本 你買樓 好像也要7厘的 那麼貴的利息 人們也去買 這樣才糟糕 你明白嗎 所以 我就覺得美國為了 不想再刺激樓市 尤其是美國的樓市太刺激了 你不要只看香港樓市 香港樓市 樓市就是一潭死水 人家美國不同 所以 你真的要 宏觀地分析 因為那些人一雙情願說香港會減息 今年1月份說到現在 其實去年12月已經說了 美國聯儲局減三次息 所以樓市就會升 大家趕快來買樓 一直哄大家買 不斷哄大家買 一直在說謊 我就告訴大家 是甚麼是真相 真相就是美國的樓市太熱了 熱得很厲害 令到他們 加了那麼多次息 樓市沒有跌過 還要升 很多地方的樓是升了很多很多的 因為你自己的樓下跌 你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在普遍西方世界的樓 除了倫敦 倫敦跌了 因為倫敦英國人很厲害 他們每逢加息 就不買樓了 賣樓 我租了 我租樓算數了 我不買了 因為 他們覺得不值得 因為他們不認為樓會升得很厲害 最多 我租樓而已 我帶你租樓 我不會跟你搶貴樓 第一 不會跟你搶貴樓 第二 你貴我賣給你 我不在英國住了 我要搬去別處住 所以 他們 現在倫敦的樓價 可以說是 那麼多西方國家的城市 是唯一跌的 在去年算 其他新加坡 日本 日本 美國 全部升 新加坡 就是因為 把香港倒閉了 資金湧入 而日本 因為樓價太便宜了 現在累積了一個升幅 美國也是一樣 人們看到經濟環境也好 人們看到經濟環境也好 就買樓了 所以減不減息呢 人家聯儲局是不會考慮你香港的因素的嘛 他要考慮的是國內的因素嘛 所以 我也是 相信 接下來下個月是不減息的 最終會令到市場很詫異 然後 可能推進我的股票也未定 好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老婆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視伏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購買一首 Wood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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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